哈喽我叫你们好 然后故事纯属虚构且无迷信 真子是不是在收回他的能量 收回他的气韵 这个很多人就是被小时候很多人会抢走 被对立面吧 一些坏的邪神 对吧会抢走这些 一些人的能量 那么真子是不是也被抢走了 在收回他的能量 这个我们做这个职业的 社会这样子 坏的无形 就是那种坏的无形 他们确实会收人家的东西 抢人家的东西 然后这一排是看 真子是不是在收回他的气韵 还有再看 还有再看这个 对立面是不是压制不了直升的呢 然后先看一下这排 是不是在收回他的这个气韵呢 这个排看下来就是 全杖是从确实在收 全杖是一张行动牌 而且拿着他的这个权杖 然后这个有 有绿叶有这个都在 生长 那么是一种 能量的生长 那么在收回这些能量 本来他应该是一个全杖国王的 但是就变成了 以前的有气韵不好 这种呢 运势不好 所以的话 他在收回他本该国王的这个 气韵 这个气韵 他得收回来 所以他现在是在行动 是在收 是在收 然后他会能量越来越强大 就撞 就是说是会能量大了 然后就会变成全杖国王 那么他在收的同时的话 那么要破了人家的法 所以会发生 一个 一个打仗的事情 一个打仗的事情 破人家的法 一般都会打仗 那我们做这行的清楚 所以的话 只剩在收回他的 他本来全杖国王的这个能量的时候 也会发生这种打仗 所以话是很正常的 高危其实都是 靠谁的实力 靠谁的法力 来决定的 都是这样 基本上高危的话 都是修行的 修法的 对吧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话是靠实力活着的 所以话 他也会出去 他也会出去收啊 出去 出去一些地方会去收 所以他得 做回他的全杖国王的样子 所以话 他也要收回他的能量 收回他的器皿 对吧 从一个小四重 变成国王 本来他就该 有的东西 他得要回来 所以的话 很多这个对立面 应该是眼睛都红了 对吧 本来也是对立面 从子生 生子身上抢过去的 那也属于小偷行为吧 这些人 就不要看他们表面都很好 都是些 背后做很多事情的 对话 真只是在收回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是再看一下 他是不是对立面压制不了了 由于直升的能量越来越大 能力越来越强 法力越来越强 这个全杖王牌就代表直升 现在越来越强大了 然后对立面 这个新病武其实都是能量弱的 能量非常的弱 所以他们 这种 对吧 主的拐杖的 然后受伤的 所以他们这个样子 他也压制不了直升的 对吧 邪不深圳了 现在已经是 对吧 那么都是源头来清理 他们也打不赢了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 那直升已经很强大了 对吧 直升已经很强大了 直升也茂盛这种 绿叶发芽 直升也茂盛能量越来越大了 所以这个能量非常强大了 所以他们也压制不了了 因为这个都是正位 这个立位了 说明他能量 对立面的能量已经不行了 然后他们的这些合伙的 对吧 这些团队了 对立面团队了 他们也细细朗朗的 然后已经没有力量了 对吧 没有更多人了 没有更多人了 所以他们也压制不了直升 直升是 力量强大 然后恢复他原始的能量 就能把他们弄倒 所以他们也压制不了 真子了 都是 这里一些那里一些 都是0030 就是说散落的那种 一些团队了 所以他们也压制不了 真子的肉身的能量了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压制不了 就可能在小时候 他们会有做这些坏的事情 能量强大的也弄不赢了 然后这个牌就看到这里吧 故事纯属构 请无迷信 这个故事纯属构 请无迷信 好 好